今天本土疫情再加三 來自屏東宮廟旅遊團 全台累計有9人確診 旅遊團的感染鏈持續延燒 高雄加1 台南加2 高雄新確診的是一名台菜女店員 她因為桌邊的服務就被感染 就怕她服務過的其他客人 也被波及 變成吸體翻版 整家餐廳員工加顧客 現在匡列492人要緊急篩檢 老四川 麻辣燙 周山店 還有咕嚕叫 宵夜吐司 3月6號公布有確診足跡 緊急休息 盆咬消毒 東港宮廟旅遊團疫情繼續燒 除了高雄台南新北6人染疫 再突然給老新台菜女員工 跟台南一對夫妻 男高加三目前總共9人確診 那20939就是負責 在那個桌邊服務的人員 在3月1號的 這個接觸過程裡面 那不慎因而確診 高雄台菜名店中招 十幾歲女員工 因為3月1號幫自助餐一家 桌邊服務被傳染 餐廳員工匡列100多人 顧客多達368人 總共快500人被匡列即篩檢 但可怕的是 女員工不只幫一桌服務 端菜分菜恐怕接觸好多客人 就怕成了病毒媒體 變成吸體翻版 這36位遊覽車旅遊團的成員 我們都進行了血清抗體的檢驗 那其中有34位的N蛋白都是陰性 那另外兩位檢驗當中 同團確診者CT值都在20左右 研判是同一個感染源 而且整團超會完 行程表曝光 從屏東東港出發一路往北 有士林關頂宜蘭郊西飯店 台中武林農場 還有北關風景區 最遠到基隆和平島 三天跨越北中南縣市 景點多幼雜 仍然疫調更加難以溯源 記者蔡莊記高雄